第九百六十四集 当初谭道记举荐无星人沈庆之 忠诚谨慎通晓兵法 文帝命他领兵在冬夜门住房 刘战伟领军将军曾经对他说 你留在这个职位上已经很久 最近应该考虑这个问题 沈庆之面色严肃地说 我在这里已经十年了 自然应该调职 不敢再麻烦你 逮捕刘战的那天晚上 文帝开启宫门召见沈庆之 沈庆之全副武装竖紧裤管 进门觐见 文帝说 你为什么这般装束 沈庆之说 夜半召见对主定有急事 不能宽服大秀 文帝派沈庆之逮捕刘斌 斩首 萧綦将军徐战之 是徐奎之的儿子 与刘义康关系特别密切 刘义康心里恼恨他 刘义康失败之后 刘战之被捕 罪当处死 他的母亲会计公主 在兄弟姊妹中 她是静皇后所生 年龄又最大 一向被文帝礼遇 皇家事务不论大小 一定征求她的意见以后 再决定 刘玉贫贱的时候 曾经到新州坎哥嫡草 身穿补过的衣衫棉袄 都是静皇后亲手缝制的 刘玉及皇帝位以后 把穿过的旧衣服 拿给公主看 说 后世子孙如有人骄傲 奢侈不知节俭 你可以把衣服拿给他们看 现在因为徐战之 会计公主入宫觐见皇上 大声哭嚎 不再向文帝行臣妾节 把用绸缎包裹着的破衣服 就抛在地上说 你们家本来出身贫贱 这是我母亲为你父亲做的衣裳 才吃一天饱饭就要杀我的儿子了 文帝于是赦免徐战之的死罪 历部尚书王求是王吕的叔父 他淡薄名利 一向简朴 名声很好 为文帝所重 王吕却生性物尽好利 与刘易康和刘湛交情很深 王求多次劝告他 他不听从 诛杀刘湛的那天晚上 王吕光着双脚 跑去把情况告诉了王求 王求命左右侍从 为他取来鞋子 先温酒为他压惊 对他说 我平时都跟你说什么了 王吕吓得答不出来 王求慢慢地说 有你父我在 你还担忧什么 文帝因为尊重王求的缘故 赦免了王吕的死罪 免值回家 刘易康全是鼎盛的时候 人们都争相逢迎 与他亲近 唯徒司徒主部江湛 早有远见 与他疏远 要求出任武陵内侍 谭道记曾经为他的儿子 向江湛求婚 江湛坚决推辞 程道记又请刘易康出面 江湛推辞的态度更加坚决 因此没有受到谈 道记刘易康大获的千年 文帝听说后 对他加以奖励 江湛是江乙的儿子 腾城王刘易康被软禁 在中书省十多天 觐见文帝并辞行 来到码头 文帝看到他时悲伤痛哭 没有一句话 文帝派僧人惠林去看望他 刘易康说 你看我还有回到京师的可能吗 惠林说 真遗憾 你不多读几百卷书 当初 无星太守谢树是谢玉的弟弟 多年辅佐刘易康 屡次归劝 不幸早死 刘易康将要南下豫章 叹息着说 当初只有谢树劝我急流涌退 刘湛劝我不断进去 后来刘湛活着谢树却死了 我身败名裂 也是理所应当的了 文帝也说 谢树如果活着 刘易康不会落到这个地步 文帝任命征鲁司马肖宾 为刘易康资议参军 兼任豫章太守 大小事务都委任他决断 肖宾是肖摩之的儿子 又命龙湘将军肖成之 率军驻守戒备 刘易康左右亲信了属 有愿跟随的都准许一同前往 文帝赐赏刘易康的财物十分丰厚 而且信件不断 朝中大事都告诉刘易康 过了很久 文帝嫁邻会计公主家傅宴 兄弟姐妹在一起非常愉快 突然会计公主起身跪在地上 再败叩头 不胜悲伤 文帝不明白她的意思 亲自把她扶起来 会计公主说 易康到了晚年 陛下一定不能容她 今天特地求你饶她一命 随后痛哭不止 文帝也泪流满面 他指着蒋山说 你不必担心 我如果违背今天的誓言 就是辜负了高帝 于是把正在饮用的酒封起来 送给刘易康 付一封信说 我与会计姐燕饮 想起了你 把剩下的酒封起来送给你 因此 会计公主在世的日子里 刘易康得以平安 陈司马光觉 宋文帝与刘易康 手足有爱的情谊 开始时不是不重 但最后 却以失去兄弟之间的感情 损害君臣之间的大义而告终 追溯祸乱的根源 正是由于刘湛 贪权目利的欲望 没有止境 诗经说 贪婪的人败坏同类 正是对这种情况的形容啊 刘宋文帝征召南衍州次市 江夏王刘易康为司徒 陆尚书市 23日 任命林川王刘易庆 为南衍州次市 阴景人为扬州次市 仍任蒲叶 吏部尚书如故 刘易公 吸取刘易康失败的教训 虽然担任陆尚书市 却不敢过问正事 只是在文书上签字而已 文帝这才放心 文帝每年拨付相府的钱 有两千万 其他物品也与此差不多 但是刘易公生性奢侈 费用常常不足 文帝又另外给他一些钱 每年高达一千万 11月初三 北魏国主前往山北 刘宋扬州次市 阴景人到任之后 病情愈加严重 文帝下令 禁止西州道上有车马经过 以免发出声音 29日 阴景人去世 12月初九 文帝任命光禄大副 王囚为蒲叶 14日 任命使星王刘骏 为扬州次市 当时 刘骏年纪又小 州里具体事务 全部委托给后军长使范叶 和主部沈璞 范叶是范太的儿子 沈璞是沈林子的儿子 不久 范叶提升为左卫将军 同时 朝廷任命 利布朗 沈衍之为 又为将军 共同掌理皇家进军 文帝还任命 于炳之为 利布朗 都参与处理朝廷基要 沈衍之是沈静的曾孙 我为你多留意 希望就是 使用社民文帝 的 属性